如果今天我們剛剛第一個 首先當你寫程式的時候 這個跨工作表其實可以先不用管 然後到時候切過來的時候 記得再加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說我跨工作表輸出公式 好沒問題了 第二的話呢 假設我先切過來了 那第二步的話就是篩選 篩選的話就是把郵標放在 這個什麼這個資料裡面篩選 就是郵標先放 B1然後RANK這個按下篩選 然後把1的部分留下來 把0的部分去掉 這個動作該怎麼做 在VBA裡面該怎麼寫這個程式 那首先的話跟各位講一下 在VBA裡面其實蠻簡單的 如果你郵標是放在這裡的話 B1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 可以這樣 寫一個叫RANGE 最近的話其實還蠻好 蠻好氣的 而且程式不複雜 RANGE什麼呢 B1 OK 然後呢點 後面加一個什麼呢 篩選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篩選部分的話叫AUTO FILTER 所以 你打一個AU AUTO FILTER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這個AUTO FILTER AUTO FILTER實際上 就指的就是篩選 OK 只是說因為 名稱 如果你是英文版的 他應該 篩選應該就AUTO FILTER 那他問你幾個問題 第一個 有沒有你會發現出底字叫FILD FILD就是欄 哪一欄啊 你要根據哪一欄做篩選 那當然我可以用數字的 第1欄 第2欄 我跟他講第2欄 OK 逗點 那你要把什麼條件 把它留下來 我要的是把1留下來 所以輸入1就可以了 OK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篩選 不過一樣的問題 因為我將來 我們的 按鈕一樣是放在這裡 所以意思是程式是在這邊執行 但是我現在在這個工作表 那不對喔 所以如果你像這樣執行的話 按下去會出現 錯誤 那怎麼辦呢 一樣的道理 請你在RANGE前面加上 SHITS點 什麼 RANGE 有沒有 那他就說原來這個RANGE指的是 在查詢名單裡面這個RANGE 所以這個地方 非常的重要 OK 再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我篩選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把資料call過去 好像剛剛講的 這個地方 那 特別注意 剛剛還有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篩選部分 篩選部分 我們要篩選的範圍 記得 這個地方可能更正一下 這個應該是 不是指B1這個啦 應該是指你要篩選的範圍 所以我們要篩選的範圍 應該是指的什麼 指的是我們 這個 A1到 最下面這一列 所以喔 特別是給他整個範圍 如果你要篩選的話 指的是全部的範圍 OK這個可能要 記一下 整個範圍 所以A1 一直到B 所以Ctrl向下 我們是到1000啦 剛剛有同學問到說底下 這資料可不可以用 其實如果你想要跑久一點 跑多一點資料 你是可以把這一列給刪除 然後將來的話呢 也許你可以用追蹤的啦 前面有講過啦 不過我們目前是 先暫時寫的比較簡單 所以將來這個也許你可以改寫成下下追蹤的 好那我們的範圍是A1到 哪一個 到B的1000 好了我們假設先用1000好了 OK 那這個是我要查詢的範圍 所以特別需要這個地方的話 查完之後 假設我現在已經查完了 OK喔比如說剛剛那個內行已經跑完了 就類似這樣 接下來呢我需要怎麼 把A2有沒有 一直到底下這個範圍 那底下範圍應該到哪裡啦 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 我要的範圍是A2 一直到A的 應該是最底下應該是A1000啦 不過A1000是多 隱藏起來 不過不管 反正呢如果你要寫程式的話你就寫這個範圍的資料 我通通都要 那幫我把它call到哪裡呢 call到我指定的 這個 這個查詢結果的A1 那程式該如何寫喔 接下來很重要篩選對不對 底下的話就是 如果我要把這個範圍 所以你看一下這個 A2到A1000 所以你就寫什麼 寫成這樣 Range 拿這個來改比較快 A2 到A1000 那B這個不用為什麼因為這邊是 所謂的那個康義福的公式這個不用 Copy的話點Copy 所以你打一個點Copy Copy到哪裡呢 Copy到這裡 這裡是 A1喔 不過呢 他是跨工作表啦所以我現在先打一下 Range A1 A1 OK 然後記得喔 這個前面的話 這個要加 這個什麼 Shits 然後這邊是 跑到這邊來 OK 這邊要加工作表名稱 那後面這個要不要加 後面這個其實是可以不用加 那你要加也可以啦 只是多時一舉 意思就是說如果不加的話 你只要是要看按鈕的位置 我們按鈕在這裡 所以按鈕在這邊的話 那基本上 這個就等於是在哪一個 Shits 查詢結果裡面喔 而不是查詢名單喔 OK 那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程式就寫完了 寫完來看一下 所以喔我是建議如果你程式寫完之後你可以怎麼 這個要不就是射中斷點 讓他慢慢跑 OK 這個先跑完喔 這個好像剛剛這個 這個 執行一下好了 確定一下 OK 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 這個可以 刪除好了 然後把那個 資料的篩選 把它取消掉 然後 再來跑一下 記得喔 優標一定要切過來 因為將來按鈕會在這裡 OK 然後我們把它跑一下 執行 好 那原本他這個跑完了 看一下這邊 OK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 篩選 第2欄 然後 條件為1的 按了一個8好了 好 他篩選完了 切過來看一下 有沒有1的 對沒錯 記得切過來之後一定要切回去 因為按鈕在這邊執行 然後再來的話呢 把資料cou過來 從哪一個呢 從這個查詢名單裡面的 A2到A1000 所以這裡面喔 call到哪裡呢 call到這個 的 Range A1 這裡 OK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呢將來喔如果你要是大範圍的複製的話 其實點Copy就好了 告訴他從哪裡 到哪裡 他就幫你call過來了 Copy 有沒有call過來了 這樣的話呢 程式 基本上 就 寫完了 OK 所以喔請各位試試看喔 把 剛剛講的喔 包含就是跨工作表輸出公式 然後篩選 篩選特別資料 這個 這個一定要全部啦 不能只 某一個儲存格 然後Auto filter就篩選 哪一欄 什麼條件 然後把查到資料call到指定的位置 就 完成了 最後如果清除的話啦 我們大概最後再寫個sub 這個sub清除的話 其實也蠻簡單的 我們看一下清除 清除的話呢 其實就把資料刪掉 那當然我們前面寫的還蠻 你可以跑個回圈 不過最簡單的就是這一欄 這一欄的話我們前面有寫過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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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件 那A欄裡面的資料清空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寫法就是 A欄 裡面的資料清空 其實最簡單就等於空的啦 我印象中這樣寫應該OK 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OK清除掉 那或者是說如果你不寫這樣 你可以點的嘛 點 Clear也可以啦 Clear的話呢就是清除 這樣也可以啦 或者是 ClearContents也可以啦 ClearContents是清除資料 Clear是全部清除 OK 不過好像 比較好記應該是這樣 這樣比較好記吧 因為這個還蠻萬用的 OK 最後再加兩個按鈕 我們就可以讓它run一下 按下去 它要跑 篩選然後查過來 清除 OK還蠻順的 1 2 3 3秒鐘 但為什麼要 剛剛只有 就是沒有那麼多 其實主要是這個地方 我們 假如說我要讓它跑多一點的話 Ctrl向下 5580 不過假設這邊空掉一個 就把它刪掉了 假如說你要跑 5580 5579 比如說這邊改成5579 那相對的啦 你會發現跑起來應該會比較久一點點 我試試看好了 這邊的話如果 油標放這邊 剛剛3秒鐘嘛 那現在的話呢 3 4 5 6 7 8 9 9 10 那跑太久了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啦為什麼 我沒有跑 不會也大概10來秒鐘 其實感覺是倒也還好耶 OK 並沒有想像中來了久了 但是至少 好處是 你不是用人工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用人工來做 哇那天哪 這個可能不知道做到什麼時候才能做完 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寫的這個 應該算起來它五行程式 雲端上也有 在哪裡 雲端版第3頁 OK 那清楚的話我是寫成clearcontents 當然你可以等於空的 其他還有別的寫法啦 還有精簡的寫法 這個我想 看各位如果有興趣自己再看一下 主要是這兩段 OK 畫面再還給 各位 那先試試看 把那個 就是跨工作表 的篩選 做完之後再把資料call過來 這個其實還蠻多地方可以用 甚至你也可以拿這個來當成 所謂的 查詢系統 以前查詢系統 類似像資料庫一樣來查 也可以用AUTOFILTER加COPY 他也可以把查到的資料自動幫你COPY到 你指定的範圍裡面去喔 OK 他只是要變更一下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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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